胡锦涛临危寿命 和宗教政策 在西藏 不但对文革和此前遭冲击 和迫害者落实平反政策 大幅放开对宗教的管制 1978年12月3日 邓小平在北京会见 达赖私人代表加勒顿珠 他也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僧加措的二哥 邓承诺 只要达赖作为爱国的中国公民 即欢迎其回国 这是达赖集团出走近20年后 中共与之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在西藏引发了一系列 复杂微妙的连锁反应 随着价值的一员走向多元 尤其是宗教势力的复兴 西藏社会局势很快变得沸腾起来 使得当局对西藏局势日渐失控 1987年9月21日 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 发表五点和平计划 继续鼓吹西藏独立 之后9月27日 西藏首辅拉萨爆发了 自1959年以来第一起骚乱事件 此后又发生一系列骚乱 西藏长期平安无事 令中共猝不及防 直至骚乱演变为大规模暴行使 驻藏武装人员不但缺少驱散骚乱的手段 甚至连防身的盾牌等器具 都要靠临时聚开控油筒后充用 西藏自治区当时的西藏党委书记吴京华 也迟迟无法平息骚乱 但中共此时仍未改其相对宽容政策 1988年3月 拉萨中断了几十年的 传招大法会如期举行 令中共史料未及的是 数百僧众聚集广场后 发生了大规模骚乱 鉴于局势不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于当年六月 受命前往西藏视察 当乔石进入发生骚乱的寺庙 跟活佛沟通时 甚至有人往停车场砸石头 林薇受命 主政西藏 1988年12月 为了控制西藏局势 中共决定西藏换帅 邓小平决定派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 去西藏担任党委书记 武京华调回北京任原职国家民委副主任 武京华是四川人 遗族 中共1985年安排他主政西藏 主要考虑到他在四川工作时 就同藏族有接触 但事实证明武京华无法胜任 与武京华等军人出身的前五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不同 胡锦涛是第一名文职出身的西藏书记 当时有分析认为主政贵州才三年 刚有起色的胡锦涛临危受命 与他在波兰布京的平息1988年10月贵州大学学潮 有直接的关系 胡锦涛即将面临严峻考验 每年三月都是西藏敏感时期 1989年3月10日 是1959年西藏骚乱 达赖喇嘛逃亡事件30周年 谁也没有想到 一场意外突然降临 令局势提前紧张起来 刚从北京返回西藏 不到20天的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 唯一能与境外的达赖喇嘛 相抗衡的时事班禅俄尔德尼 突然在西藏日喀则元祭 年仅51岁 时事班禅大师俗名贡布慈丹 1938年出生于青海巡化 三岁被选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1949年6月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 批准贡布慈丹为 第十世班禅俄尔德尼 免于金平撤迁 并于8月10日派员父亲海塔尔寺主持座床大典 即认为实施班禅 1951年 13岁的班禅率领官员到北京 拥护中共和平解放西藏 此后被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9年3月 西藏骚乱后 班禅选择留在西藏 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62年5月 班禅向中国国务院呈送了一份 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 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干苦 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 七万言书 报告尖锐批评中共藏区工作存在的问题 被指责为农奴主 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 班禅遭到严厉批判 文革期间 班禅被监禁将近十年 因为年轻才熬过了文革岁月 1978年获释后 重新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班禅这次回藏 是到日喀则扎实伦布斯主持 武士至九世班禅大师 遗体和藏灵塔四殿 重建开光典礼的 原来的遗体灵塔四殿 在文革中遭到破坏 这是一张好牌 班禅在藏民心中极具威望 回藏可以稳定民心 化解矛盾 而对胡锦涛来说 班禅此行还为他打前站 1月9日班禅成专机离开北京回西藏时 胡锦涛到机场参加送行 1月14日 胡锦涛才到西藏就职 然而 人算不如天算 1989年1月28日 离开西藏太久的班禅 已不适应高原缺氧气候 虽然他不是第一次回西藏 当时正值冬天 是西藏一年中氧气含量最少的季节 再加上连续数天操劳过渡 致使心脏病突发 在日喀则他的新功德庆格桑普章原记 当时中共立即派中央书记处 后部书记温家宝率领 北京医院心脏病专家小组 赶去日喀则抢救也无济于事 原则问题绝不手软 在西藏骚乱不断 民心浮动的关键时刻 班禅突然原记 谣言四起 一如1959年时 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 有人散布班禅被暗杀谣言 班禅原记成为藏人表达不满情绪的导火线 整个西藏的局势岌岌可危 一触即发 班禅并发后 胡锦涛立即率医务人员 赶往日喀则组织抢救 然后又陪同温家宝探望 慰问在拉萨的西藏上层民族和宗教人士 希望他们出面安定民心 在拉萨举行的班禅追悼会上 胡锦涛致道辞 高度评价班禅一生 北京也举行追悼会 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乔时、胡锦涉、姚依林等人出席 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 人大委员长万里致道辞 追悼仪式极尽埃荣 但一切安抚毫无效果 2月13日开始 拉萨先后发生四次游行 3月5日至6日拉萨爆发 自1957年以来 最大规模流血冲突 中共官方称有11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有24个国家机关 其失业单位和学校受冲击 99家商场店铺被打 砸、抢、烧 迫使中共在1949年后 第一次实施区域性戒严 3月7日 中共下令在拉萨实行戒严 胡锦涛执行戒严政策 当时 《西藏日报》刊出胡锦涛头戴钢盔 与戒严部队官兵 一起出现在拉萨市区的照片 令外界印象深刻 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封疆大力中 以头戴钢盔形象亮相的 唯有胡锦涛一人 据说邓小平看到 胡锦涛这张照片时称赞说 他在原则问题上立场站稳 绝不手软 邓小平曾说 年轻干部不能只靠人家扶着 他们受到了锻炼 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关键时刻 年仅47岁的胡锦涛触乱不惊 雷霆手腕稳住了西藏局势 成就了胡锦涛让人服气的政治资本 巧合的是 班禅突发心脏病原济不久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引发六四事件 随后 中共领导层提前大坏血 一直延续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 在十四大上 49岁的胡锦涛离开西藏 成为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 10年后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 成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 大坏血